好,這大概是中南部的人 他準備要買新屋 但是呢,他準備簽約 卻發現說颱風過後 他要買的這間屋子 天花板還有牆壁 有好多水字 他就擔心說 我都花了畢生的積蓄了 難道之後下雨天 還要先走走嗎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表資料 來告訴您 您看到了,這個屋主 就在網路上透露說 他已經來到了簽約階段了 但是呢,這心透天措 在颱風過後發現了 好多地方都有水字 他還要繼續買嗎 網友怎麼建議他 網友說 其實現在看起來 你可以把它處理好 處理好之後呢 萬一未來還是繼續下雨的話 那麼就要看狀況 請包商用所謂止水針 以及灌發泡 還有抓漏之後 補防水器的方式 這樣告訴包商 他就有機會 把你原本要買的房子 給處理好 那麼之後颱風天的話 您看到在看房部分上面 他們認為比燕屋還有用 但是呢,如果這個 原本要買房子 他接下來已經先付了 所謂的斡旋金的話 就要看這斡旋的契約 有沒有送到原本的屋主手上 如果呢,原本的屋主都已經完成了 相關契約簽訂的話 那麼恐怕他之前付的斡旋金 就拿不回來了 此外呢,在淹水災情過後 很多人也會碰上這個難題 就是這家具都毀了 該不該換呢 如果這家具已經泡過水 建議呢,趕快把它晾乾 而且不要開啟通電任何設備 那麼呢,再送回原廠去維修 那另外一個在網路上討論的議題呢 就是說,如果未來了幾年就要換房子的話 這家具家電該怎麼選 網友認為其實大牌子 入門款就很受用了 甚至還說不要用太雷的品牌 而且也不一定要用到很貴的頂規 如果只要用十年的話 那麼還是要買好一點的家電 除了家電這個議題之外呢 很多人也很擔心這泡水車 到底該不該修呢 如果修了之後要花很多錢 這樣划算嗎 網友就建議啊 萬一你這修過之後哪天突然燒起來了 可能都不太意外 以及有人說啊 這修車成本還不如換一台新車 找一個比較便宜的新車 其實還比較實在 的確現在看起來 您看到畫面上喔 因為呢,受到的這個水災情影響 包括像是高雄的日安市區 報導當中提到說 800多輛汽機車 因為泡水甚至都滅頂了 要修恐怕有困難了 那專家是說 這些車恐怕面臨解體或是成為零件車的命運 那麼五年之內的這國產車呢 如果報廢之後呢 應該還有一些三到五萬的價值 但如果是進口車的話呢 是落在十萬塊左右 而當中其實也有二手車業者 他怎麼做呢 他是特別花了五十萬去買三百萬的寶石捷 因為呢這寶石捷 如果他的車門以旗蓋還有他的鋁圈拆掉之後呢 再轉手可以拿到大約百分之三十的利益 以上呢是這一節推播 再把時間還給棚內 走進大廳大理石建材 桌面上擺滿的是簽約戶送上的鳳梨 建案買氣旺旺旺旺旺 儘管平日依舊能看到看訪的民眾 這間位在北市科興中美重劃區的建案 諸大水岸生活圈 鄰近科照館還有兒童樂園 現在一坪售價來到了一百二十萬左右 真的不誇張 受城屋市場供給減少 根據最新統計 企圖預售屋市場增溫 房價表現以台北市最為驚人 今年上半年 平均預售屋房價一坪來到了一百二十三萬元 和去年同期相比 漲幅高達百分之十七 現在因為政府的新清安政策 它是首購族的催化劑 所以像周邊的朋友好像都買了 那自己不出來看訪好像也不行 那加上現在是暑假 所以大概來看訪的民眾 每週大概有四十組左右 比上個月新增了一成左右 看訪人潮接不完 這狀況在中南部可是更火燙 攤開數據來看 其中又以台中市買氣最旺盛 上半年預售屋有一萬五百零走筆成交紀錄 什麼概念換算下來等於每天約有五十八筆成交 而高雄市則有六千五百五十二筆 交易量成長一倍 那目前的房貸率大概是2.18%左右 其實算是相對低利的一個環境還是持續的 那通膨的預期心理也帶動了 就是房價的一個上漲的預期 所以目前短時間之內應該沒有下跌的一個空間 房價與經濟緊密關聯 通膨帶動了房價的預期 有近四成的民眾認為下半年可以買房 房市火熱熱 看來房價近期仍只漲不跌 東森財經新聞劉子彤邱小倩 台北報導 木質地板簡約風格 位在台北市中山區這間新建案 28坪左右 每坪落在137至148萬元 北市新建案單價動輒破百萬 民眾感嘆賣方真的好難 應該是10幾%到20% 我個人會這樣講 如果不行大概就算了 就是30坪左右的話就賣了1650萬 都一直殺不下來 北市新案房價走勢 高價位行政區 松山信義中山大安以及中正 每坪成交單價落在124至165萬元 中價位行政區南港 逆逆胡士林以及大同 每坪成交單價落在105至130萬元 低價位行政區萬華文山北投 每坪成交單價則落在88至95萬元 台北市去年平均單價來到了76.3萬元 創下了2013年來的新高 而且有逐年成長的趨勢 是近10年來每坪上漲了14萬元 房市搶搶棍 預售市場買氣熱絡 加上近年來營建土地成本高漲 建商對價格的堅持越來越硬 根據統計 今年第二季全台溢價率6.8% 碳歷史新低 對比2020年第一季出現11% 四年來下滑4.2個百分點 開始在使用市場登陸之後 其實整個價格 其實在我們銷售出去之後 其實過一個月之後 就會很透明的去登上去 所以其實現在的一個開價的幅度 也不會像過往以前 可能有個什麼八折七折 買房需求增加 導致溢價空間越來越小 也難怪不少人感嘆 買房要趁年輕 否則時間拖越久 房價只會越高 東森財經新聞 劉慈騰 邱小倩 台北報導 去年萬華新案 高樓層小坪數成交單價 破百萬元大關 如今中古屋也不相上下 這間位在西門町熱鬧商圈的 18年中古屋 不到時坪開價 竟然來到了1148萬元 換算下來 每瓶是118.6萬元 已經相當於當地新城屋的價格 其實這個物件 有被註為商業用 規劃夾存在2013年 以760萬元交易 單價78.5萬元 如今標迫百萬 11年來大漲51% 已經登上萬華史上最高價 那1000多萬是目前客群 找的人是最多的 那所以就是需求量也大 那再來就是它本身在西門町那邊 也只有這一個社區 它是全4米5 根據統計台灣平均購物總價 今年第一季達到1349.7萬元 26季以來 平均總價漲幅高達3乘3 房價飆高 房價所得比也史上最沉重 對照全國2004年第一季為4.7倍 今年第一季來到了10.35倍 20年來加重5.65倍 六度以台北市加重最多 20年來從6.6倍飆到16.08倍 加重9.48倍 即便如此 剛性需求支撐下 數字會說話 看看臉民所願 被台灣推案 預估來到了1366億天量 將創史上最高 就知道房市遭遇還是 常常滾 東山財經新聞 劉子坦 邱小倩 台北報導